宋朝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朝代 尤其是 其实我觉得宋真宗的延平时代 实际上是一个奠定了中原文化 就是后来延续到现在的一个 非常辉煌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大宋公辞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课题 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典故 特别的希望能够 跟观众能够分享这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题对我来讲 也是梦寐已久了吧 而且它也是可以跟大明公辞 能够匹配的一个项目 多年之后的遥乡呼应 刘涛扮演的刘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刘娥其实是在大宋 第一位临朝听政的 一位太后 那么她 大家对她的印象 大家去搜她的资料 都会说她是 有吕武之才 无吕武之恶 是 其实我当时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是深深被这个剧本打动 因为这个故事不是说光是刘娥的故事 是描写了整个的北宋的时候 宋真宗 包括那个太祖太宗一路下来到宋仁宗 就是这几代君王的那个朝代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经典故事 那么刘娥只是刚好在那个经典故事当中穿插在其中各种感情线也好 不管是夫君的 儿子的 就是其实是很大人大义大爱的一部戏 所以是在历史长河当中很璀璨的一笔 而且你是扮演皇后吗 所以今天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二位主创是从电视剧的片场来的 宋真宗 你现在拍到哪儿了 我们已经从就是象山转到了横殿 在横殿在拍就是我们建造的一个最大的北宋的一个宫殿 而且这个宫殿说实在的是在全国范围之内 这是唯一的一个宋代的宫殿 叫大庆殿 这个大庆殿将来会接受很多剧组的拍摄 但是呢就大宋公祠呢 从此呢在横殿扎了根了 这是一个新的建筑 大家也可以支持 非常宏伟 而且呢我觉得它代表了整个宋朝的一个文化 建筑文化的一个象征 我们现在呢正在此时此刻 其实大家还在那拍摄 我们会把很多的戏放在那 尤其是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在大庆殿的前面 宣德门恢复宋徽宗的那个锐鹤图 那个景象 那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自己呢 把这个宣德门搭出来了 完全是按着宋徽宗的那幅画的那个特征搭出来的 所以我每天在那拍戏的时候非常兴奋 我觉得我要等到一个非常夜阳天 我要把锐鹤图的景象拍出来 让所有的人能看到锐鹤图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故事 这个经典 这个典故实际上应该深入到我们所有的观众的心目中 如果是大明公词创造了一些典故和经典 我也希望在大宋公词里面也能创造这样子的典故 能留给观众一个印象 对 不仅是给大家介绍一段历史 更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现场 二位主创给我们带来了礼物 是首发哎 首发的大宋公词的定庄海报 定庄海报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现场给大家看了吗 来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这是一个对比图 上图是刘涛对吗 身边这两个是刘涛 下图是 其实这个图我们就是还原了当时北宋皇后的画像 北宋实际上传了很多画像 就是皇帝跟皇后的画像下来 所以呢这些画像呢都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还有北京的故宫都珍藏着 所以我们是把它的那个完全是按照原来的样式 给还原出来的 这是我们的服装 所以这是第一次首次在市面上跟广大的观众见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个小小的照片 浮想一篇显很多当时的场景 而且上面的这个不完全是海报照片 这上面是我们的一幅画面 是我们已经拍过的一幅皇后登基之后的一幅画面 哇那个以后已经是登基的皇后 但是还没变成太后 刘涛演过很多次皇后和古装剧 而且也是我们北京卫视的好朋友 你看我们说跨节歌王第一季的总冠军 明月传当中演皇后 这一次在演宋朝的皇后 来我们往中间一点点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推荐的 其实那天就是我们演员在一起聚会 导演当时都不在 然后大家就开始谈对这个戏的感受 后来我就说了很简单的几句话 他们顿时就懂了 我说其实我拍了很多很多的古装戏 我说我就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大树 终于把这个果子接在了大树公寺 导演就是灌溉这个大树的人 这个大树就是大树公寺 我觉得过去我有很多很多的积累 大家看到你灿烂的开花的样子 这是唯一刘涛接的果子 就是这个果子接在了大树公寺 你的这个评价让大家更期待了 而且刚才我们看短片的时候 也看到了男主角周渔民 周渔民其实演过古装戏 但这次演皇帝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特别想问刘涛合作过很多的男演员 包括静东老师 我们现场已经在的王凯 包括周渔民 可不可以简单的评价一下 跟这三位不同类型的 不同风格的男演员合作 对于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静东哥我们也是很熟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风度翩翩 就是形容他的感受 只要他走过来他是带风的 闪着光的 对对对对 那么其实王凯呢是一个温文儒雅的感觉 他平时话不太多而且有点害羞 但其实内心是个很温暖的人 周渔民呢 宅宅呢 宅宅呢 他人的特点和他对这个角色的感受全部都给予你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能够给予对手演员的一个人 而且他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能是导演选演员的眼光太好了 就是当我当我还没有跟周渔民对戏的时候 他那个形象往那一站我一看他 我觉得就全部都在内心里就顿时都有了 导演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吧 为什么是周渔民演男主角 因为之前看了很多关于宋真宗的资料和历史的东西 你会看到每一个演员的时候你会心里面会跟他有一个对位 从就是因为我对周渔民其实在这之前了解并不是很多 其实导演有时候首先是像面嘛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多一个人的很多信息是从他的面貌上能够反映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很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因为宋真宗实际上是也是被就是低估的一个皇帝 但是北宋能够延续这么多年 我觉得他在第三任皇帝这个位置上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应该了解到 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国家的一个制度 还有这个就是文化上的东西都从他那儿垫击下来的 那么后来才会有宋仁宗 才会有宋徽宗这样子的北宋的九任皇帝 所以我觉得宋真宗是一个大家对他需要了解的 对可能是在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懂感情的人 首先是从戏剧就是我们是做戏剧的嘛 那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非常懂感情的人 另外他是在大风大浪的面前很有定性的一个人 所以他能做出那么多事情来 一个国家的体制的完善实际上对于一个就这个奠基者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就体制实际上延续到我们现在 另外他的就是感情生活非常丰富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人最重要的一个气质 尤其是看到他跟刘娥的这段历史 我其实是被他们感动了 我才知道我要怎么拍这部戏 是因为对对他实际上就这一生他有很多很好的条件 有很多达官贵人还有皇亲国戚的人可以让他选择 但他只选择了刘娥 而且刘娥呢实际上是从民间而来的 大家都知道 但他对他的感情的坚韧 我觉得是真的是需要我们从戏剧上来挖掘的 他最后跟他融入与共走过了漫长的一生 我觉得这一点而且也创造出来了很多非常可歌可泣的故事吧 在他身上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明白 少宏导演让我听明白了两点 第一他是因为周渔民的长相选的他 因为觉得他秀气有内涵是文人像 第二点这个故事一定很曲折 有很多的波折 最重要的是是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到底大宋公子 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希望大家可以我们各位广告商哦 投放北京卫视 这个很重要 来二位可不可以帮我们再跟我们北京卫视的金主 和我们北京卫视的观众送一点祝福 你先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代表的大宋公子 非常恭喜北京卫视 因为北京卫视也真是我们省级卫视的收视第一名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能够接下来好多的戏在北京卫视播出 觉得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非常有荣誉感 那么同时明年还会有很多很棒的聚集 在行业内都是数得上的真正的精品聚集 都会在北京卫视 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跨界歌王四 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很重要 这是老娘家的那个我们的主打 而且是我真正非常感激的一档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北京卫视 也希望北京卫视真正的开门红 永远红 太可疑了 邵红老师 我就感慨很深 今天我们发的这个造型照的时候 中间有一句话说是叫归来 其实这个归来的意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面是知道它的意思的 就是我再次拍电视剧 还是回到了北京电视台 然后呢北京电视台是我归来的地方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这些拍电视剧能够出作品的人 都能把我们的脚印和我们的形象留在北京电视台 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心愿 希望呢很多金主来支持北京电视台 它的形象永远是一个国家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在北京电视台你们永远不会后悔 而且呢他永远会给你们提供最好的作品 谢谢诸位 谢谢 谢谢少红导演的背书和信任 谢谢我们一定不负您的孤雾 谢谢 谢谢 二位请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谢谢 谢谢 ért